哈利路亚 保留了掌声归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 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名圣徒吧 这一周是春节 我可看到大家已经有来回 要去前往春节的路途当中 愿所有的脚步能因公 就像今天题目一样 享受你们的脚步当中 就二三七如往一样的传导者的祝福 我们来做一个听候新春快乐 昨天我们教会的长老 还有教母人员 还有我们教会的做媒体 这样活动的一些施工者 有九十多人一起去了首尔 早上我们五点半就出发 有了珍贵的引导 安全的回来 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为什么呢 会马上已经要过春节了 大家都在这样的路途上面 想着是不是会很复杂呢 但是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也非常安全地回来了 真的非常感谢的就是 我们长老大部分都参加 他一起被引导 而且还有人他们已经提前去到了首尔 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 产业原因没有办法 能够一起前行 但是后来又赶过来的 也有这样的人员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同参与 特别要感谢的就是在首尔 这边的教会对于我们做了特别亲切 继位的准备 然后欢迎我们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是能够对于作为福音这样的一个机关教会 想让我们一同享受这样的祝福 我看到这些教会对我们做事工的中心 然后牧师也亲自给我们话语 我们的长老或者是教母人员 都按照自己所担当的部分 然后一起被他们的教育部门所引导 就真的是每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完全领受了这个 业远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完全框架的准备 在这一部分去的时候 我第二个感受就是 每一个人的现身 不是随便做的现身 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他们的现身 他们的服饰 真的能够看到他们所拥有的这些中心点 我们的教母人员 然后也是他们被各样的阴导 我们的长老呢 也是分着各个的自己的部门 然后为了二三七这个时代 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去现场调查的时间 我非常感谢 那么在这个其中呢 牧师给我们讲话语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教会没有办法不得不成为这样如此大的教会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郑牧师在讲话语的时候跟我讲 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被树立的 然后建筑的 然后做了非常一个简短的说明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事业家 然后很晚之后才开始幕会 他边上总神学校的时候 然后边开始幕会 但是在幕会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自己现在教会所原有的地方 然后达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买了二百平的地 然后我就想着牧师的这些想法的话 真的能够看到将来神也必须会祝福这个教会的部分 当时是拿着二十四亿韩币 买了两百平的地 首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之后 有了两万两亿两点四亿的经济 然后全部的圣徒 然后开始一起参与 如果有房子把房子卖一掉 然后住到月租房里面 如果说是全租的话 那么也把这个钱拿过去换成月租 然后有的人是没有就是房子 没有房产的话 那么国家会有这些支援金 拿着这些支援金过来的联友 一起去要买这个地要去建 但是却还差十点四亿 在这个情况有一位另外教会的长老 那么以这个长老为中心 因为别的长老过来了是吗 刚开始教会没有长老 就这一位长老过来的时候 以这位长老为委员长 然后这个长老呢 把最后所需要的这些十三亿 就是因为他是在一个重要的职场工作了 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 还有自己的房子全部都卖了之后 然后填满了这个缺的经济 然后把这些钱全部填满之后 开始有了建立 然后最后长老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牧师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教会待着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教会待着 我如果在教会继续待着的话 对于牧师的牧会可能会成为绊脚石 所以他离开教会去了 你们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他们的中心是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 赵威德奉献一点 就想要自己当主人去做 但是自己他是把所有的全部卖掉 把最后的钱都拿到教会来给牧师 然后说什么呢 我现在没有必要再在教会待着 没有这个理由了 然后离开了教会去了美国 然后有另外一位呢 在教会要做建筑奉献嘛 然后有一位女士 然后去某一个眼科医院 然后说如果我卖自己的一只眼睛 能够有多少钱呢 然后说大概是值5000万的韩币 然后想要卖这个眼睛 然后当时医生说 如果你想要卖的话 你就要得到你丈夫的许可 他去家里面拿着这个 就是许可书的话 让丈夫签 丈夫说这什么呀 是要去卖眼睛的同意书 然后丈夫说你疯了吗 因为丈夫是不信者吗 然后当时的牧师跟我们讲说 这位女士的眼睛非常非常漂亮 不是随便的 就是说展个眼睛 如果不好看的话卖了也就好了 但是真的是特别好看的眼睛 丈夫没有办法理解 然后因为当妻子的眼睛特别可惜 所以给了2000万妻子 然后妻子拿着这个也奉献 不是说做了多少奉献很重要 就是说他们的祷告全部在教会里面 不是想要跟大家说奉献了多少 而是想说这个教会没有办法不得不形成这样 如果说真的爱教会的爱福音的话 当然就会他们心里面怀抱的爱教会的心 就会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卖掉也会线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医院教会是200坪开始 但是他们现在全部占领了整个地区 你们去的话就知道 他们前后的这些停车场 已经把这个整个地区都占领了 他们在建了20层的文化中心的时候 当时牧师没有做任何的干涉 然后就是长老过来问牧师说要建多少层 然后牧师说那建20层吧 然后他们就开始建了20层的楼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这些钱是从外面借的各样的经济过来的才能建到这个 当时还欠250亿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开始了 需要花500亿所建的教会本堂的开始施工 那么250亿再加500亿东宫是多少是750亿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全部都还的差不多 只剩下100亿的韩币了 今年他们要决定还这100亿要做现堂的礼拜 今年2022年他们要准备要做现堂礼拜 就是说现堂年 他们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准备 然后牧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内容 我看到他们教会这些建筑的过程当中呢 就想教会只要有一个祷告的那一人就够了 不是需要很多的人呢 真的为了教会怀抱在心祷告的那一人就够了 真的只是随便说说的话 感觉上是这样的意思是吧 为了奉献去卖眼睛 然后又去找到医院 为了医院去触摸这些情况实际上 然后最后虽然是拿着丈夫给他2000万做了奉献 其实真的是像是卖了眼睛一样的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 有发现很多重要因缘的时间 我们的教会也一样 现在为了二三期我们要恢复万民的圣徒 我们不是说的要这样的虚张 神是是万民圣徒 重要的是这个开始是我们要以教会为中心 这是各位祷告的中心 真的为这个教会我们要以祷告 能够坚密的树立教会 愿我们成为这样的圣子 祝愿我和各位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救后二三期的如亡一样传道者》 因为在春节各位可能会分散 也有人可能会回大邱 这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王权 愿你们能够拿着这一部分 能够去到各自分散的现场 现在韩国也要进行总统的选举 每一个过来参加选举的候选人 他们都说我是绝对的合格者 我是绝对的能够被当选的 如果我要成为总统的话 我就会打造一个比现在更好的韩国 如果我成为总统的话 现在所有国民拥有的这些问题呢 我就都能够解决 他们都会信誓旦旦的说这样的话 到底需要树立什么样的承招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承导者不一样的话 国家也完全会不一样 也会受到这些承导者的影响 那么因着什么样的承导者 国家属灵的状态 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真的 就像今天展浪祷告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要为这些当政者祷告 而且圣经当中也分明地告诉我们说 要为这些当政者去祷告 但是哪个时代呢 哪怕承导者树立的再好 但是我们通过历史好好去查看 这会发现 因为这些承导者反而来了问题 难道不是吗 我们好好看一下历史 在历史上让我们失望的执导者 真的有很多 但是分明的一点呢 我们要拥有的答案 就是无论什么时代 无论任何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呢 不是这些执导者 世上虽然有很多的英雄 但是这些英雄 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 无论任何是一个时代 无论任何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就是唯独基督那一位 而且侍奉基督的那些 神的人传道者 他们解决了这个时代的问题 英雄好像做了什么很多 今天动地的事 但是结果怎么样 他们留下来的就是战争 难道不是吗 说是英雄 当代可能好像是很不了不起 但是岁月流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全部留下的只是战争 我们之内有重要的答案 跟着我来一次 无论时代 无论任何问题 现在能够解决这一切的 就是唯独基督 我们要明白这一件 而且侍奉这基督的那一人 他们能够给这世上答案 就像今天的本文内容 我们所看的 神对以色列百姓 有预先跟他们讲的内容 如果进入迦南地的话 在埃及的时候有的问题 不同这些问题一样 在迦南地也会有 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对吧 他们是奴隶 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们将来会进入迦南地 进入迦南地 也一样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一定要树立王 给他们讲了预先关于王的内容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本文内容 要树立王 后来我们可以通过圣经 知道以色列百姓 首先树立的第一代王 就是扫落王 然后是大卫王 在以色列百姓 他们所树立的人类王之前 神是他们的王 然后神告诉他们 其实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告诉他们 要先树立王 并先跟他们讲了这样的 要说树立这样这样的王 有今天对于王的基准 这是今天我们本文所作的内容 首先要是神所拣选的人当王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王就是神 所以要是神所拣选的人当王才可以 告诉我们的 就是真正的王就是神 王中之王就是神 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 然后说不是别国的人 而是要从你们兄弟当中树立一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真的知道福音的那一人 真的认识神的那一人 要树立这样的人为王 然后说不要加天兵嘛 为什么呢 一句话说来的话就是 要依靠神 我们不应该依靠武器与兵嘛 这不是普通的意思 而是告诉你们 你们真正要依靠的那一位 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 大卫非常清楚这一事实 所以所罗门所拥有的这些 神华富贵 他夸了这一切 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 大卫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在撒末尔上十七章当中 面临哥利亚的时候 他对哥利亚做的告白什么呢 撒末尔上十七章四十五节 你与刀枪与我一战 但是我去以万斤之幽黄的 与你一战 这什么意思呢 不是依靠武器和所谓的力量 而是依靠真正的王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说不要娶很多的嫔妃 然后也不要积攒很多的精英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是要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呢 唯独依靠神 不要多急经营 就是肉身好像变得很好 并不是好的意思 与神同在才是真正的福气 能够享受这一切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说不要为自己多急经营 所罗门为了自己极了经营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但是大卫常常是为了他的国 为了圣殿的建筑 他常常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为了那一国 为了神的国 然后圣殿建筑该怎么做呢 特别是在历代记上29章当中 虽然是因为所罗门圣殿建筑完成 但是圣殿的准备全部都是大卫亲自完成 甚至于大卫祷告 说我能够守约华的殿的城门更加好 他心里面是怎么样呢 常常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怎么样能拿着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去建筑 就是神的圣殿呢 这是大卫心里面所含的中心内容 真正的圣殿呢 不是金银 是神给我们的 这才是圣殿 神才应该是我们的满足 所以今天本文最后内容 为了树立正确的指导者 所以一定要不可措施 要拥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18节19节 今天本文18节19节 就是决论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一丝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入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评生诵读 好学习 定位耶和华他的神 临手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 言语和这些律列 阿们 一生要被数位为王的人不是怎么样 要是默想话语的人 要常常把话语放在旁边去送主要拿着话语去过人生才可以 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内容 在结论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王权 以色列的王权我们要享受这一点 所以本论第一点 人需要真正的王 对于人而言需要真正的王 不是需要以色列的王 当然以色列他也需要王 所以神预先跟他们讲了王的内容 我们也一样 我们今天也是需要真正的王 我也需要真正的王 我的家庭 我的家门也都是需要真正的王 我们的产业现场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明成为真王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王 那么这真王是什么样的王呢 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击溃撒旦的争亡 亚当与夏娃犯罪离开了神 结果凶恶的撒旦完全掌控了他们的人生 被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 听神的话也是当然的 是应当的 但是不听神的话却听撒旦的话 从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生结果开始被撒旦所完全掌控 所以愿福音十六章十一节说 世上的王就是魔鬼 这圣的王谁也没有办法击溃 这所有的撒旦把一切的人生全部掌控 能够胜过这撒旦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存在 结果呢 能够让人从奴隶当中得释放 需要这样真正的王 除外记三章十八节 告诉我们的就是牺牲记 人们呢 就是认为自己自身能够自由 作为真的能够自由吗 你们去想想看 全部不是被这个就是被那个所捆锁 不仅是被这些所捆锁 而是怎么样完全成为奴隶一样 成为金钱的奴隶 所以如果能挣钱的话有利益的话 人们哪怕是践踏别人要去走上上面去 哪怕是优势生命在金钱面前 也认为什么都不是 就完全成为金钱的奴隶 所有的人都一样 还有名誉 有的人就是在一个非常重要位置上 但是他自杀 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名誉 因为怕自己的名誉丢失 所以选择了自杀 结果他完全成为这所谓的名誉奴隶 因为想着名誉就被完全毁坏的碎水 或者自杀 反而很多的人成为这一部分的奴隶 能够让人从这里得真正释放的王 我们需要这一王 人们认为我不是这样 真的吗 大家好好查看一下 时间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各样的部分 被这个所捆锁的本身就是奴隶 不仅是奴隶的状态 结果奴隶是什么 背后有修夸的撒旦在掌控 人怎么能够随便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呢 哪怕自己的名誉被践踏在地上了 就要结束生命吗 就是背后因为被撒旦所掌控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不仅是简单的奴隶 而是完全被撒旦所掌控 所以在这里面丢失人生的自由 全部被捆锁过的人生 需要让我们从这里面完全释放的王 成为巴比伦亚树 俘虏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话也是 以赛亚树七章十四节 神必定会给你们一个兆头 你们可以看到同女生子 取消以马内力 在全部成为俘虏过人生的时候 需要从当中完全得释放的王 就是以赛亚树五十三章一到六节 基督完全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疾苦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因为耶稣基督被担当疾苦之前 能所有拿的疾苦 拿的疾病 拿的痛苦过的人 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如此 所以人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呢 有自己知道名头的疾病 也有不知名的疾病 太多的疾病在发生 特别现在因为三次四次公约革命 人不断的有更多的疾苦疾病 而且将来这个时代 疾病更加是问题 是什么中毒中毒精神疾病 还有癌症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的问题 但是呢 这些所有的疾苦疾病 需要能够解决的争亡 那么我们所有疾病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王 基督 就是我们要打开这条路 知道这一点 所以马太福音 十六章十六节 彼得告白说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告白的这个地方就是 是凯撒的地方 当时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完全一切经济呀 全力成为主人的地方 所以耶稣对这些人提问说 你们说人子是谁 对于完全成为蜀国的状态的门徒提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们也不知不觉成为奴隶 成为俘虏 成为部属国这样的状态 从这里面能够脱离出来 能够让我们从里面完全被救赎的王 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王 就是从创立三章的问题当中出来的这些人们都受了这些影响 但是能够让我们从当中所脱离出来的真王 我们需要这位王 为什么需要这位真王呢 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 这世上的撒旦开始成为王 而且王的这些世上的王撒旦的权势非常的惊人 因为这样的惊人所以他怎么样呢 约翰福音12章31节 世上的王就是撒旦 16章11节也说了这样的同样的内容 说撒旦是世上的王 还有跟他们后14章 14节也说是什么呢是世界的神 能够胜过这世上的王世上的神的人哪里有呢 用力也没有办法 拼命也没有用处 但是这凶宛的撒旦攻击我们让我们的家亲家门结果怎么样呢 一直到最后都不断的攻击且败亡 有一方面来说撒旦已经完全掌握了地球村 带领着这个地球村完全走向灭亡 有一次跟一位被鬼所赋的人跟他有这样的见面分享话 然后他说他自己里面的一些本真的时候说什么呢 我是为了把这个家庭和家门败亡的你是谁呢 就是这样的 从我的撒旦 一次进入我的家门家庭的时候 是不断的想要让我的家庭家门败亡为止他的左宫啊 他的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晓他的力量 就像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脱离出来他们是要过红海对吧 在过红海的时候 埃及所有的军队完全被埋葬在红海当中 但是呢 红海当中 撒旦也不会被埋葬 所以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百姓每当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埋怨抱怨常常与神对决 那么这到底是谁的指示呢 是撒旦所做的事 是黑暗的做工 我们对于撒旦的黑暗 随便说 轻松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 说他是这样 被轻视的对象 而是撒旦不断的 让我们的家庭家门 拜王做的事情 然后让地球灭亡 但是能够击撒撒旦的真王 就是唯独基督那一位 所以 基督 他是怎么样 是拿着王云权来到这世上 这系列有很多伟大的王 我们来数一数看 有大卫 还有西西加王 还有 约西加王 亚沙王对吧 我们都知道 每个时代他们是几个偶像的问题 然后也几个战争的问题 当然了 然后甚至于后来 其他的国家对他们上供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眼睛看见的仇敌 虽然有这样的存在 但是眼睛看不见的炸弹呢 是没有办法 击溃的 所以 大卫成为王之后也有失误 他取了 八十八为后妃 西西加王也一样 假如 我十八万五千军队攻击的时候 他祷告 然后在疾苦当中 因着祷告神赐给他恩典 西西加王又延长了他十五年的生命 医治了他对吧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西西加王 因为巴比伦王听到他疾病得医治了 为了祝贺他然后派了人过来 派人过来的话 应该在这个人面前 去高举神的名 赞美神 但是却让这个人 贪困了自己的 汽仓库 这就是他的失误 这是完全不凶的 三大所欺骗了 犹大王 也一样 他有病的时候 神医治了他 那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呢 但是却夸要自己的疾病得医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也一样要常常警醒 我们也一不小心就会被撒旦的冲击所击溃 真正的仇敌 不是眼睛看得见的 眼睛看不见的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 结果 所有的人生是因为这一点受失败然后痛苦 所罗门再怎么样伟大有智慧 但是结果 被看得见的这些 所失败 击溃 所以因为所罗门 这个国家被分为 南犹大 北以色列 可以看到国家 分两国的事实 看不见的 仇敌之中的仇敌 能够击溃的这个就是真正的王 我们需要这样的王 人的王再怎么伟大也好 他虽然能够去捆绑 看得见的有名的王 但是却没有办法击溃胜过看不见的撒旦 所以列王纪上下 历代纪上下 是为什么记录在圣经里面呢 不是单纯的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历史 王上 还有 历代纪上下 为什么要有记录呢 这记录的理由是告诉我们 真正的王 除了基督之外 没有别的 无论是谁 都需要这真正的王 就是这样的 约翰 一书三章八节 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能够击溃撒旦的王 我们需要这真正的王基督 还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 弟弟会伤舌的头 成就这一世时的真亡基督 基督我们需要这位王 基督这句话就是说 被犹高的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被犹高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督以真亡而来 已经祭祀长而来 以真先知而来 这就是基督 就是被犹高的 为什么以真亡而来呢 因为要灭 我们 让我们败亡的 看见的撒旦 为了击溃他 所以争亡而来 为什么要 真基司长而来呢 因为我们人因为看见的 罪与诅咒 灾亡 更加是让我们 不知原因的这些问题 原罪的问题 但是这原罪的问题 谁能够解决呢 这罪的问题能够解决 就是真基司长 我们的基督以真基司长而来 我们这样过人生 结果在这世上 在诅咒灾亚 受了痛苦过人生 最后还要去地狱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但是呢 关上地狱的门 给我们打开宝座的门 以基督而来的 我们的真先知 这是基督来到这世上的 理由 真王 真基司长 真先知 拿着这三个职份 叫做基督 成为真王的基督 唯有他能够 胜过黑暗的做工 所以旧约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王 他们可能能够胜过眼睛 看见的仇敌 但是所有的王却 没有办法 都全部输给了 这些看不见的撒旦王 我们看这些王的事情的时候 看的这些历史当中 但这些王全部都失败 但是真正的王基督 我们要去吃定这位基督 今天此时此刻 我随着问题 我家庭 下面的问题 能够 击溃一切 以色列 祖宗 在阳黑暗势力的真王 成为你们的主人 用着的名祝愿各位 本论第二点 是奉真王耶稣基督之人的祝福 以色列与犹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对与犹大 就是王不断的断位 但是南犹大呢 通过大卫的血统 不断的可以看到王位的继承 侍奉神的大卫 因为神祝福他 享受了平安与和平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阴导 侍奉 王侍奉神的大卫 神祝福了他 让他有了平安 北美与南美的差异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北美就是美国 是找到了信仰的自由 在英国他们找到信仰的自由 然后去到美国 那么南美呢 找到了金矿 然后停留在这里的人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通过历史我们看到什么呢 给我们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 以真正的王去侍奉基督的 这些人呢 被神所祝福 享受了神所赐的平安和平 我们的家庭 到底谁在统治呢 我们自身现在谁在统治着呢 我们的教会 谁在统治着呢 因为王的基督 能够统治的时候 这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平 我们家庭应该有多少的问题 对吧 马上要春节了 你们有见面 因为信心聚在一起的家庭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样的不便氛围 很多人说这样的话 真的要祷告 愿成为一切平安和平王的基督 成为我们家的主人 因为这个祷告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庭 就能够领导这样的平安和平的祝福 教会有很多的事情对吧 有很多的闲言岁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想法 才会有这些闲言岁月 但是就是这样的 真正成为平安的王 成为这位基督 成为教会的主人的时候 哪怕都有问题 但是每个家庭 每个教会都会领导主席的平安 而且侍奉真王 耶稣基督之人 他们都能够从所有的诅咒 从魔鬼的律 从所有的生成八字里面 完全得释放 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说神的儿子演员出来 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底部所述二章一到三节当中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的临死死亡当中 随从世上的风俗 被公众掌权的邪灵所掌控 但是人没有办法不得不在 生成八字 撒旦魔鬼所做的这些里面生活 但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从凶恶的撒旦与撒旦的律当中 撒旦的诅咒和命运生成八字当中 完全能够出来 这才是真的成功 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是真的成功呢 让我们灭亡的凶恶撒旦 从他手里面完全脱离出来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从里面 通过离出来这个本身就是成功 不是我成就了什么是成功 而成功的开始什么呢 我们败亡让我没有办法形成 让我们在诅咒与在家当中 让我们认为善良的活着才能解决问题 不断在困难当中 败亡的这些撒旦的黑暗势力 从他脱离出来本身就是成功 而且不仅如此 结果我们应该从撒旦的手里面脱离出来 成为真成功者 那么这真成功者所走的脚步 能够临到神国所得到的祝福 就是使徒行传一端三节宝座的祝福 与平安和平 从撒旦手里面脱离出来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脚步当中 我们所去的所有的现场 神的国宝座的祝福就能够显明 兴起惊人的祝福 这是适逢基督为亡人所生活的生活 因为宝座的祝福临到了 虽显出权柄 那么这权柄什么呢 是马可福音三章十五节有赶鬼的权柄 还有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对于信的人有成绩随从 必以神的名能够赶鬼 台路亚福音十章十九节 赐给我们践踏神于蝎子的权柄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 拥有宝座祝福的我和各位 神让我们在这世上当中生活 赐给我们 能够击溃一切黑暗的权柄 赐给我们这样的权势 各位 我们真的侍奉成为王的基督的时候 那么基督能够统治我 统治我的家庭 统治我的教会 但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和平 而且能够从魔鬼当中脱离出来成就真正的成功 从魔鬼手中脱离出来所有人他们的脚步就能够临到神的国宝座的祝福 神赐给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权柄 使你这样祝福的权柄 拿着这一世时每天去享受 愿哈那教会所有的圣主成为这样的圣主主 祝愿各位 我们这话语的整理 写的前书二章九节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如同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写的前书二章九节 在这个话语当中 又包含了基督三个职份所有的内容 所以呢 我和各位是神的圣民 我们虽然不是王 但是我们却是如同君尊的祭司 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珍贵的祝福 拥有无比惊人的权柄 那么如同君尊的祭司 我们要每天去使用这个权柄 去享受这个权柄 如果不然的话 在世上的王 世上的神 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当中脱离出来 没有办法让人从这撒旦的手中脱离出来 因为所有人都会成为撒旦的奴隶 呼噜蜀国 那么我们怎样从当中脱离出来呢 不是别的 而是拿着如同君尊的祭司 神所赐给我们的王权 我们享受的时候被黑暗所捆的 生活在奴隶当中的这些人 我们就能够让他们被救活 救活二三七的如同君尊祭司的我和各位 神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 赐给我们的王旨 所以我和各位要去祷告的就是 能拿着救活二三七国家的王旨 我们要去做的什么开始呢 就是我们所调传人员要树立七十门徒 所以众志者要去树立七十现场 这是救活二三七真正王权的开始 宣各位祷告 救活所有国家的二三七国家当中的七十 现场七射门徒 这就是救活二三七拥有王旨 职奋人所做的祷告开始 所以各位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去确认 神树立你们是救活二三七国家的主角 救活二三七神绝对的计划 而且神要通过我去做 这是神绝对不变不改变的 但我们拿着救活二三七国家的王旨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唯独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 拿着王旨的圣徒 以基督为基准成为背景 唯独仰望基督 让基督成为背景成为基准 唯独仰望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生跟随神的话语 持定生命的讲台话语 献上生命 那么神就会让我们能够进去去享受这金人的王权 兴起金人的作为 所以拥有王权的人 他们一定不要错失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读的本文十八节十九节 一定要平生在神的教会当中 十九节这样的说 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 尽为耶稣华他的神 举手遵习这律法 说让人切言语和这些律律 真的一生持定话语 跟随讲台话语 现在生命跟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尽情享受王权 结果就能够通过我们 盯起金人的作为 本是奴隶 奴隶 数数国 就能够救活很多的人 救活二三七 我们作为这样拥有王权的传道者 因着我们现场被救活 而且因着我们所有的脚步 家庭家门都被救活 愿你们享受这样珍贵的 因你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神大感谢你 是真王的基督而来 击亏了我们没有办法 惊愧没有办法解决的黑暗权势 让我们从生成八字命运当中 得到完全的释放 感谢神的恩典 允许我们王权王侄 让我们去救活这些被黑暗所捆锁的人 让我们救活家庭家门 民主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祝福 特别这一周 我们所有的脚步现场 见面当中 愿我们能够兴起救活二三七 拿着救活二三七 王权王侄传道者的祝福 去享受愿神做奇妙的功 祝活着主耶稣 产业子女 所有的宣教地 地教会 现上座礼拜零一切现场 还有我们的教会头上 从今日到永远 常常统在 阿门 好